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男主许三冠是位踏实肯干的瓜农 在这个不流行小鲜肉的时代 丈母娘对女性要求不高 能吃肯干 并且卖过鲜 卖鲜的说法 源于当时大家由于贫穷都很虚弱 只有精致的汉子 才有资格去城里卖鲜换钱 这便成了衡量女婿身体是否健康的标准 为了赚更多钱娶媳妇 男主空闲时还会去建筑工地打零工 工地上的爆米花稀释欲来 是大家的女神 也是男主的梦中情人 可帅小伙们一筹接一筹 好事根本轮不到不显眼的男主 更让男主痛心的是 女神已经与富二代老王交往了 论经济实力 男主是怎么也比不过老王的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媳妇的男主决定 去卖血换钱追求女主 他找到卖血老手老大和老二寻求经验 两人教他抽血钱要先喝一度的水 把全身的血液吸食掉 再买才能实现血液最大化 于是在一人喝了八大杯水后 三人来到医院厕所 男主以外终于可以释放了 老大却拦住他 原来到厕所是为了灌第二次水 三人对着水龙头再次大喝特喝起来 直到膀胱快要撑爆 才来到秃头医生的办公室 拿出西瓜贿赂医生 以便能卖更多的血 此时这流出来的不是血 而是白花花的银子呀 就这样三人各抽了三大瓶血后 拿到钱一起来餐馆吃了血肠 失血后最不身子的就是血肠了 这是两人经常卖血得吃的经验 回秋 男主壮着胆子找到女神玉兰 成功与他相约明日逛进午餐 次日男主带着玉兰逛街 买完香水买猪肉 吃完棉花糖吃小笼包 还缩了碗冷面 待玉兰试过香水满意后 男主发出了灵魂拷问 今天我为你花了两千多元 你什么时候嫁给我呢 妹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求婚吓到了 他以自己有男友的理由拒绝了男主 没想到男主直接找到玉兰父亲 告诉他玉兰的男友是个顽固子弟 他已经玩弄了很多女孩 并提出只要把女儿嫁给自己 自己会入住到玉兰家 并继承玉兰父亲的爆米花技术 甚至生气的孩子都跟着玉兰信 玉兰家没有儿子 男主这一句话 算是说到了玉兰父亲的心口里 他立马喊玉兰过来 邀请他分手嫁给男主 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玉兰不敢违抗父亲之命 早就男友提出了分手 与男主热热闹闹的举办了婚礼 事实证明 玉兰父亲并没有为他选突人 婚后二人生活幸福美满 一连生了三个儿子 一落二落三落 一家人生活虽然贫穷 却有滋有味 这是村里却流传的一个八卦 男主的大儿子一落 长得越来越像玉兰的前男友老王了 尤其是这茂密的眉毛 和老王简直一毛一样 一般八卦当事人 总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这天儿子一落也问男主老王是谁 为什么村里的人都说自己像他 男主得意的告诉儿子 当年老王追求你妈妈不成才编造了谣言 你妈妈只喜欢你老爸我 而且是他向我求的婚 正说着送信小哥冒雨进来送信 看到一落的长相 就认定他是老王的儿子 嘱咐他把信给亲爹老王 这封信便是压死男主的最后一棵稻草 他带一落做了亲子坚定 又当着全罪人面证明 这是自己亲儿子 现在是男主一血浅齿的时候了 人儿信之打开后 上面显示 一落的血型 与男主的血型毫不相干 一落是老王的亲生儿子 无疑了 男主顾不得村民们的嘲笑 冲回家质问玉兰 究竟是怎么回事 经过一番灵魂拷问 玉兰终于承认 婚前与老王发生过一次关系 虽然自己是被附的 头上也是一片绿油油大嘴然的男主 不听玉兰后面的解释 自己居然帮别人养了十一年儿子 自从男主得知真相后 便一蹶不振 整天啥也不干 像贪了一样剑条躺着 夜幕降临后 就在院子里独自啜泣 而得知真相的一乐找到亲爸老王 告诉他 你的确是我亲爸 现在我喊你三生爸爸 算是了了父子之情 从此咱就没关系了 喊过臭 一乐飞奔回家 他只承认男主这一个亲爹 这天 三乐与小伙伴们玩耍师打架了 他喊来了大哥帮忙 一乐人狠话不多 上来就攥着石头 给对方来了一下 并警告对方 不许再欺负自己弟弟 这哥哥当的安全感爆棚了 但一乐下手的确太重了 对方要求男主赔偿医药费五千元 男主清门 直接破关的破碎道 你也知道 一乐不是我的亲生儿子 我帮别人养儿子 现在还要帮他赔钱 哪有我这么冤的大头 你去找他亲爹老王要吧 对方又找到老王 老王拿出族谱告诉他 这里面没有一乐的名字 都不是自己家人 凭啥的要自己赔钱 没着 对方再来一帮人来到男主家 决定搬东西抵载 男主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告诉他们 只要不动自己东西 其他随便搬 还让一乐这个杂种 不能喊自己爸爸 被逼无奈的玉兰 一副精心打扮后 亲自出马来到老王家 告诉他 自己老公帮他养了十几年儿子 现在出了事老王该补偿点了 可老王和老王媳妇死不认证 两人打了玉兰一顿 让他滚回家去 丢尽脸面也没药的钱的玉兰 回到家还被男主一阵嘲讽 玉兰气得回到屋里 不愿与男主争执 男主长叹一口气 玉兰跟着自己也没有想过福 自己还是很不下心 不管的牛俩 他来到河边灌满八杯水后 告诉儿子 都是狗娘咬的隔壁老王 把自己家搞成这样的 以后长到了 要娶了老王的俩女儿 帮自己报仇 随后又来到医院 找到秃头医生 卖了三大瓶血 出来后 遇到了年轻时 爱慕自己的胖妹 他请胖妹吃包的 后伙子说 如果当年娶了胖妹 就不会帮别人养儿子了 送胖妹回家后 他应胖妹的邀约 进了胖妹拥挤的卧室 具体做了什么 你我都懂 回到家 他熟悉家当 警告一乐 以后私下只能喊自己叔叔 还送了玉兰一双新鞋 这时胖妹的老公 却最迅速地冲过来说 有人看到男主进了他家 强奸了他的老婆 要求男主给个说法 男主白口莫辩之时 一乐站出来 替男主作证 他一直跟在男主身后 男主送满他的胖媳妇 就出来了 见胖妹老公还是不信 一乐甚至不惜 接短来替男主证明 我不是他亲生儿子 没必要替他撒谎 既然一乐都说到这份上了 胖妹老公也尴尬地 没话说了 本来他就是伸着酒劲 想敲诈男主一笔的 哪只却碰了一鼻子灰 只得相信地回去了 看到如此维护自己的一乐 男主心中生起一股暖意 如今的韩国 已经被侵略者占领 物资更加匮乏 三个儿子都饿得睡不着 家当虽然都熟了回来 却没有米下锅了 为了儿子们 男主又走上了这条卖血之路 一夜门口 他遇到了卖血 卖到没有人事的老二 看来大家的生活 都过得很艰难 医生也要求 男主留泄皮罐头 才能帮他抽血 拿到钱后 男主看到大补的血肠 想到家里的儿子 他没手的吃一口就回到家 带儿子们去吃热腾腾的大包子 看到活泼开朗的一乐 男主还是心要不甘 他不能把卖血换来的包子 用来养别人的血脉 要一乐借口去收拾家玩 带两个亲生儿子去吃包子 一乐一个人在空荡的大街上闲逛 如果他是父亲亲生的 该有多好 对呀 他还有个亲生父亲老王呢 一乐跑到老王家楼下 请求老王给自己买包子吃 他就再也不会来骚扰老王了 老王却狠心让他滚回去 随后关上了窗户 几日后 老王正在开车时 忽然鼻血直流 晕倒在驾驶室里 他得了重病 奄奄一息 男主却开心地唱起歌来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做坏事还不认真的老王 终于得到了报应 男主的家人 出来也参庆祝这一盛事 老王妻子找到一位大师 向他寻求帮助 大师算出 必须有老王的儿子 来举行仪式 换回老王的灵魂 老王的俩闺女以后 是破坠的水 无法担任此法事 这下轮到老王一家 来求男主了 老王媳妇带着礼物 求玉兰帮忙 作为补偿 她会共咬一乐生大学 虽说这次玉兰 可以狠狠的出一口恶气了 但出于现实着想 家里确实供养不解 一乐生大学 思索一番后 善良的男主 与玉兰答应了此事 可当大师准备好 做法师的一切 只等一乐大声的 把老王的魂魄 喊回来之际 一乐却对着老王 直直无法喊出 爸爸快回来 这种肉麻的话 一直以来 她的心里 就只有男主一个父亲 无论大师如何逼迫 一乐仍然无法 充满感情的喊出来 眼看老王的脖子 埋到一旁 时间不多之时 老王媳妇 也忍不住发了标 这时一乐瞥见了 来偷看法师的男主 眼看男主要走 一乐才动气的 对男主大声喊道 爸爸不要走 爸爸快回来 面端一乐一声声的呼唤 男主那颗 本就倾向一乐的心 终于破了房 他拉开门 静止走向一乐 环抱着儿子 看着被吓哭的儿子 男主拒绝了老王媳妇 开支的条件 叫上老婆一起回家 一路上他都背着儿子 这一刻男主终于承认 无论一乐有没有自己血脉 今后都是亲生儿子 况且十一年的相伴 两人早已亲入父子 人儿好景不成 这天一乐在玩耍时 也晕倒了 原来他也遗传了老王的怪病 为了改儿子看病 男主不得已 再次应求医生 为自己抽血换钱 随后他一家一家的 找邻居借钱 可那个年的人都很贫穷 男主并没有借的多少 卖一次血后 又间隔三个月才能卖第二次 当得着一乐换身的脑炎 医药费高达三四万 卖一次血只能换来三千元 男主想到一个 类似自杀的法子 他辗转来到各个医院 利用当时的信息必作 一次又一次出卖自己的血 他拼命绑肚子里灌水换钱 一点点积攒医药费 本地的医院抽完了一遍后 男主又做出来到外地医院 他又在三千内筹其医药费 但他这样卖血的方式 无异于自杀 为了让自己看起来面色红润 不被医院淘汰 失血过多 面色发白的男主 将自己倒过在栏杆上 让血液倒流 憋得满脸通红 成功又卖了一次血 可身体里的血液是有限的 男主还是坚持不住了 他因为过度缺血晕倒了 为了救醒他 医生给他输了一百毫升血 男主醒来后 看着输血单子 拒绝付钱 要求把这一百毫升 再抽出去抵药费 与医生争执期间 男主的钱散落一地 看着身边的卖血者 露出贪恼的神索 男主慌了 果不其然 大量的人涌过来 一起争抢男主的钱 在那个人命不值钱的年代 人们可以为了钱 做任何丑陋的事情 男主终于凑够了医药费 他强悉的最后一次力气 来到医院找儿子依乐 找到儿子后 才发现依乐已经做完了手术 而医药费 正是玉兰卖了肾后才凑齐的 男主看着病成那虚弱的妻子 自责的泪水 止不住的流下来 他还是没有照顾好 这个一生中最爱的女人 他哭着向玉兰道歉 之前在家不该老罗玉兰 无能的自己 害得玉兰却卖身受罪 玉兰摇头说 不怪男主 他也是依乐的母亲 理应一起想办法给依乐治病 他知道自己的丈夫 一定尽了最大努力去凑钱 虽然男主晚了一步 还好这个五口之家 还是一个不少的团聚了 苦境跟来 痊愈后 男主带全家下馆子 热气腾腾 刚出锅的肉包子 泡菜与肉火锅 孩子们高高兴兴 夫妻俩先满一足 许三坤是根据我国著名作家 于华新人的许三坤 卖血气改编而成的 原著几十年前 便因为优秀文学 在很多国家流传 经文曾持有小说的改编权 由于它特殊的历史和时代原因 不得翻拍 搁浅多年 最终韩国买下这部小说后 改编成电影 于2015年公映 许三坤卖血记 以温情的文笔 描画了中国解放初 五六十年代 作为普通家庭一家之主的许三坤 为生活所迫 一次次去卖血换钱 换食物的辛酸感人事情 这部改编的电影 也与原文十分接近 虽然不是同一个国家 但那个时代的困苦是相似的 原文中雪三官卖一次鲜 能赚35块钱 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笔巨款 五块钱就可以买十几斤的肉骨头 四五斤的黄豆绿豆和菊花 在卖血后 他总是花上几酒钱去饭店 吃一盆炒猪肝喝二两小酒 算是对自己的犒劳 韩国电影版中 这份小小的犒劳 改成了韩国特色的切血肠和猪肝 这个艰苦的时代 我们虽然没有轻身经历 看过后仍让人五味杂陈 看完这部电影 我们能感受到 他们从黑暗与蛮荒的生活里 争扎的艰辛 用鲜血和生命 来交换一天天的生活 如此辛苦和煎熬 也能笑着面对 这个时候的大家 每天都活得纯正而幸福 我的父辈们说起从今 对他的感慨 也是年轻时 虽然没有现在物资丰富 但烦心事也比现在少得多 大家上完班后 一家人热热闹的在一起 现在大家的幸福预知 却变得很高 面对琳琅满目的菜单 都提不起兴趣 快节奏的生活 让年轻人连回家吃饭 都成了奢望 希望小伙伴们 看完宇哥的视频后 这周末 能叫上家人 一起吃一顿热腾腾的饭菜 看看宇哥的视频 给忙碌的生活放个价吧